如果说家人的这种能够一起生活 然后即使你说的是个新故乡 它虽然跟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 通常我们心里头最深的牵连 通常是成长的那个故乡 可是在你们家里 我觉得这一点真是让我觉得好 好亚裔的一种家族的凝聚力 是可以不用那么守旧的 一定非得要 尤其对于上一代来讲 他们几乎是觉得 这里才是你的落地生根的地方啊什么的 对我爸爸很可爱 其实我们家话题什么都百无禁忌 有时候我说 爸那你以后再见了 你打算怎么办 你好大的胆子跟他聊这个是不是 对啊其实我们都觉得很happy 我说这样好了 以后那个 我说你要火葬 那我说那烧一烧 那这样好了 我就在红枣园 帮你找个最好的位置好不好 那你就 我帮你买在那个树下 然后我旁边也帮你盖个那个鸡舍 这样 他说哦好 这样我每天看得到鸡很好 你是说 我说哎那个以后也帮你烧一些鸡 他走了还得帮你看鸡就是了 对啊他说他不要离开这里了 他觉得他在这里了 对就是这里就是你 其实老人家在这里非常好啊 他来了很快人家都认识他 然后我们这里最大的 一年到头最大的很多就是什么拜拜啦 庙会啦什么 然后这些他们都会请老人家来担任一些工作 因为我爸爸是那个护长 一家之主嘛 所以庙里面什么事啊 我们其实在乡下都是 大家都是互助合作啊 庙里面的庙庆活动什么 其实每一家都要出壮丁去帮忙 但是说真的那个跟以前的在台北的都会生活 这种生活模式落差太大了 你们有过一些不适应吧 是啊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比较像人在活着吗 那是那是那是那真的是 这种有生活品质啊 对啊你在台北你还跟邻居还不一定关系好是不是 对 那再想想你看 我们刚来的时候我爸爸先来 因为那时候整修房子 我还在台北上班 然后哎那个邻居早上 可能就放颗高丽菜在你门口啊 好有人情味啊 是啊到现在也是啊 大家家里有什么吃的都会互相分享吗 那有没有过其实是还蛮不适应的时期 或什么事件 其实会 总是一定有啦 像你看做有机 肯定很多人觉得你这骗人的 啊 是不是 因为有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情 而且其实有机很很难赚钱 这是真的非常难赚钱 嗯 好所以我常说 你即使产量冲到这么高了 产量也只有你看我八年也只有几年好啊 哦 之前都没有啊 对啊 比如说人家惯行两分地就可以赚三四十万 我可能要六分地才能够赚到三十万了 嗯 是啊 所以大家会觉得你这个大概说假的吧 因为尤其又看了我花钱盖这个铁皮屋 哈哈 大家就觉得说你 种有机一定是不知道多好赚啊 不然怎么会这样 就没有人 大概 大部分人不太相信你会 一直往前坑 砸 丢下去 对啊 我们邻居开玩笑说 你都去种那个 你喜欢因为我喜欢花花草草 所以我喜欢把环境弄得 很雅势 自己很舒服 所以我喜欢种很多花 他们常看我蹲在那边种花 然后就说 哎你都种那个 你都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都种 种的东西就是要能吃的 九层塔辣椒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可能会种很多花 你种虚拟草 是啊 就会不一样嘛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快乐的生活 所以 种除了吃以外 其实还要欣赏 所以慢慢 我也觉得 这就是我的实验 实验室啦 实验基地 你有很多想法 idea 在乡下你就有机会去试啊 你在台北怎么试啊 嗯 台北那个地贵到 不像画 对不对 那那种质疑 外界的 别人眼光的质疑 那会不会有时候 也有自己心里的质疑 就是这样子的生活 这些日子也来 会其实会怕啊 因为其实当你 你比如说 每一个人都想 我可能40岁之后努力存钱 因为我一直要到退休 我要确保我退休后 不用 不用孤苦无依哈 尤其像我们 没有结婚的人嘛 然后 可是你不是 你反过来 你不断把钱花出去 花出去 积蓄一直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尤其是 我觉得我最 最 那个敏感 最容易紧张的时候 是 从红枣开始 啊 长叶子了没 啊 长了 然后开花了没 开了 花开了 有没有结果 结果结得好不好 嗯 嗯 好不好 哦 那那个心里 都一直七上八下 然后到快要采受的时候 更是紧张 嗯 哎呦 那个台风不知道会不会来 啊 因为我们来的第二年 台风就 呃 我们大概只收成三成 大部分七成都是台风 打掉了 打坏了 对 嗯 然后之后就每年 一下开花不是很好 不是什么很好 因为你做有机 你就很多地方要学习嘛 那每年都是不一样的经验 你永远不知道 今年老天爷打算怎么做 嗯 所以其实到今年那时候 夏天我想 哎 奇怪 以前都这个时候成熟了 今年怎么还不成熟 嗯 然后台风要来了 那我就想 天啊 我今年再没有收成 我大概 我大概 那个那个 银行贷款要付不出来了 就真的会紧张到睡不着啊 这种紧张如果再多一点次数 其实很有可能会打击到自己 这件事情还能不能继续吧 没错 没错 而且尤其就像你讲的 我弟弟也来了 我小弟也来了 家人全部都拖下水 然后我大的弟弟 呃 去年也来了 都是全家人 所以我们现在是 一个算是家庭式的农场啊 鸡蛋全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是是是 所以所以风险很高 嗯 所以其实我我两个弟弟也也非常 其实是真的很好啦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 这样子一个家庭能够凝聚在一起 然后大家都愿意牺牲一些 大家知道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这样 做农业就是真的要人丁旺 也可以想象以前为什么家里要那么多 要生那么多 对对对 因为真的就是密集农业啦 那但是很多人会说 哎现在农业有很多啊 什么植物工厂啊 很多现代化的那个方式去做 可是嗯 这一点对我们来讲还有一点 我还有一点在思考的是 我觉得农业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如果把它搞得像工厂一样 可能我我们真的会赚到不少钱 嗯 但是那是我们要的吗 因为我觉得我们当时来到这里 第一个原则是 我喜欢看到那个土地 呃呃作物什么 从土地里面长出来的 你跟你听得到鸟叫 然后你看得到这个蚕蚕流水 可是当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遮蔽成 在一个工厂里面的自动化作业 嗯 这还是农业吗 嗯嗯 好 我觉得那个那个我们心里在想 那不想要那样子 你又想到赚到钱的时候怎么办 这就是像刚才讲的 那休闲农业的本质是什么 我就回头来想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我们就也跟呃 县政府啦 跟农委会 呃就是跟农会都一直沟通 我说我们绝对不要把我们农村 搞得像一个观光区 嗯 我说那样子没有土地价值 我们要的是 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弄得非常的 的棒 所以大家看了电 像大家看了电视上的蜜藻居 哦那个是那样的环境 对不对 啊这样子的做事方法 或者是那样子的理念 大家就会有兴趣来看 那那是每个人心里头都会有一个 向往的一亩田嘛 嗯 那每个人都会觉得来看 那来看你就有很多方式亲近 那不是很好吗 我在这一趟的故事车环岛呃 一路上这样子跟小农也好 或者是有机村的重要的推手 像张美阿姨啊 或者是像林逸峰老师 三支的林老师 呃到今天可以跟淑惠这样聊天 淑惠你这我听到一个比较 嗯比较突出的感觉也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身为小农或者是有机农 跟政策面的沟通 嗯 对在你刚刚分享的东西里面 我觉得那个部分好像是你其实也 蛮在意而且蛮去琢磨的 那那个部分的影响也是蛮大的哦 有时候小农如果纯粹他走进农村 实现自己心里那一亩田啊 然后友善土地 这个如果说独善其身好了 有时候没有整个大环境的周边的 慢慢的一起凝聚大环境 尤其政策面如果能够也协助的话 是不是就可能也就只是自己的那一块 那你有点是扩散了自己的能够做的 然后也影响着别人 对我的个我可能是个性啦 你看我做这个事情 我就要把我们家人全部拖下水 对吧 而且我朋友也被我拖下水 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工作伙伴 事实上是我以前同事的大学同学 对他也被我拖下水 那其实会越来越多人都一直吸进来 那我的想法是说 你看农村那么多破络的房子 那么不好烂的地 那人家只会把好的地 有钱人买下来盖房子 那你看这个事情吵到现在 宜兰你看多少好的地都不见了 那我们就反其道而行啊 我们要把那个烂的地变成农田回来 所以我在今年就又觉得 有一个新的启发 我觉得我们该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本来有一块地 因为我在找可以让我做加工的一个新的场所 后来我的想法是说 我们要到底在哪边做这样的场地 那想那从旧有现有的建筑去找 结果我发现其实法规限制很大嘛 很难做 然后就发现了 这块 我们你今天去看菊花的那块地 蛮烂的对不对 对 他就是因为之前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地主 可是跟他沟通了大概半年 他觉得我们 他终于觉得他可以放心交给我们 就我来还有我们整个就是休闲农业区协会的这个 就是成员 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的来改造那六分地 所以希望比如说过个三年五年 你来看的时候跟现在看到不一样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希望把一切都记录下来 让大家看到一个农地的重新起死回生的过程 所以我现在在乡下我觉得我做的最开心的是能够把快要死掉的东西赶快把他救回来 这个是最最有趣的事情 所以那块地希望他在三五年之后可以可以救回来 你这个对土地的这种是那个感情是怎么了 你是就是呃是一个自己的本本质里面是哪一块 觉得那是特别的吸引自己 我觉得每个人都这样吧 就是呃你如果做一个事情 然后你得到一个好的回馈 嗯 你就会呃觉得你你愿意更做更多嘛 那现在我们做这个事情刚开始可能是我爸爸妈妈 我们三个人在做 呃现在变了五个变七个变十个十二个 啊那现在连我们比如说在地的呃这个呃就是呃社区应照 我们有又连结了很多社群很多社区 然后我们的志工很多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得到的资源比其他的农民多太多 嗯 好那像你讲的很多政策这个东西当你做到一定这样子的呃 呃你有一起有一些成绩出来了所以可能政府官员他会看到了 所以当你再去讲话的时候你就会比较有机会可以表达嘛 那你表达了事实上对整个区域产业就有帮助嘛 其实你问我为什么会这样做? 应该是说我我原来后来呃大学毕业之后工作 我也是到新闻媒体去 嗯 可是你知道媒体永远在写别人嘛 嗯 那不就批判别人要不然就是分析别人 然后你要建议什么其实是听人家专家的建议 你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好自自我 嗯 诶那你来这里做你就发现你可以做到的事情是比较多嘛 所以我们其实只是拿以前呃在在做新闻媒体的那种 觉得诶我们总是要做一些呃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嘛 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教育教你的 跟现在小孩子教育不同 现在是说你要做一个快乐的人 我们以前是说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嘛 不一样的教育观念啦 嗯 嘿那那觉得当然是说你在乡下我们书念这么多 你能做多做的当然你应该要做啊 为什么农民在过去这几十年来 他他们其实还蛮苦闷的对不对 教育资源然后你说他能能怎么样表达 嗯 其实农业在台湾还蛮弱势 可是我没有那么需要他 那你只有让做农业的人做的非常有尊严很 对不对像轻松这样子 嗯 他那么有哲学 那我觉得大家就会愿意去了解这个产业的重要性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其实 公馆我们只是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很多实验基地 一个一个建立起来 所以为什么去种菊花 我们也可以不要种啊等别人种 可是你自己跳下去尝试 那有可能你做一做 你又有一个年轻人愿意进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交棒给他 所以有可能我们所参与的事情越来越多 但是那不代表都是我们自己做 是有更多更多人愿意投入一起做 那最后的结果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让很多人一起来农村发展 都不是单打独斗 那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啦跟策略 其实上我们是希望政府他能够知道 他不要再去单独的就是说 针对几个明星的青年农民去辅导 你要辅导的是怎么样有计划的让这个社群能够形成嘛 那当然在跟政府做这样提议的时候 我们当然自己要做 自己就做 那你做了有一个 呃呃就是一个一个怎么讲 就是你有一个 规模 呃就是有一个sample在那里的时候 那大家就有看到了 比如说我我如果今天跟人家讲 只是说 欸我们来做一个 那个呃晒红枣的加工室 没有人搞清楚你在干嘛 呃只是嘴巴描绘的话 对对对 很难去真正理解 然后现在我们跟人家说 晒红枣它应该要形成一个产业景观 嗯 红枣那么漂亮晒起来整片红 你都会可以想像 你这样阳光下耀眼的整片红 然后那种香气谁会不爱 但它就是一个产业的前景嘛 你要去营造的是景观 所以很高兴像 现在越来越多人他去重视哦 他自己除了重以外 他能够去把他的很多理念表达出来 所以整个公管厢 他在这几年我的感觉是一直蓬勃发展 都市里的是那种发展 那我们这里是另外一种发展 我以前刚来的时候 我我开车下高速公路一直到家 整条路晚上都是黑的 没有电电的灯 也没有广告招牌 然后路灯也阳暗的 不是就没有什么经济活络嘛 可是像现在你告诉跟我 你再开回去 大概沿途通通是很多广告招牌 很亮的对不对 好那到了这个阶段 你就要开始想 我们要怎么样维持生活品质 然后不要让农地的利用价值变值 你看像宜兰那样的状况 对不对 它有点难回头嘛 对 那苗栗其实也成为炒作对象 那我们要怎么样守住黄金小镇 这边很好的地 因为趁现在我们在地的客家人 其实对自己的土地 还是非常在乎的 所以它会像这样子 一直不断去被炒作去卖 当然不是没有 但是它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们就还有一些机会了 而且是一个外来人 然后现在自权是客家 你真的讲的嘴巴好顺哦 你大概你爸妈 你爸妈大概出去也是都说 诶我们客家人 这样子 是啊 这是已经融入土地 融入这里生活的 是啊 是啊 真的很自然的事情 只是不会讲话 不会讲客家话的客家 但是一样嘛 很多到都市里生活的客家人 也不讲客家话 节目大概我们已经占用掉了你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 哦不会 不好意思 你妈这个我老妈就这样一直跟着我 然后看到你那么忙碌 我们就一直觉得心里过意不去 不过我觉得你在她的眼里哦 我想应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因为身为农妇的她呢 这个该吃苦的事情 她绝对没有吃的比较少过 可是在她眼里 她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说 一个单身的女生 然后没事要把自己在农村里面 然后搞成这个样子 我一直搞的就是说 规模做这么多事 做得这么开心 然后是一个这样子独立自由的女性的 这种形态 妈妈 你是不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个你眼前这个女生 今天很东西真的 听到你这一段 这一段话 真的让我真的很感动 真的哦 谢谢 谢谢 因为你这么年轻 回来这边能带动 一个地方 一个社区 带动到一个一家人 真的哦 我感觉真的你真的 活力 我其实好怕人家说我带动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做那么多 我只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而已 那你就是你那个 心想 心想那个智慧太强了 念力够强这样子 嗯 念力强 那我是想 我是想 请问说像我们这边的产品啊 那你一直听你这样 听你这样讲 未来那个产品会更多吗 是 会那个各种各样的产品都会 会有会产生出来吗 那请问哦 那你呃往后多是要在这个网路行销 对对对对 不放那个呃各地的 也有啊 也有啊 嗯因为现在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阶段 一开始觉得网路嘛 大家都方便 后来你就发现不对啊 网路上方便 但是便宜了宅配啊 物流业者 对不对 其实对消费者也没有真的太方便 是不是 那其实传统的通路 尤其是那些友善小农的通路 我觉得很值得鼓励啊 所以从呃去年开始 我们就比较open的 觉得呃餐厅想用我们的东西当食材 然后呃有这些友善小农的商店 希望找我们的产品去合作 我们就就很乐意 所以就是大家每个人都限量少量呃 能够有一些我们的东西到他们那边去贩售 那我们就很乐意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分工的时代啦 嗯 raft 我觉得即使是小农或大工都不应该是呃 钱自己全部赚到口袋 一定要大家一起赚嘛 哈 事情才会做得好 所以呃 呃让那些那个友善的商店 他们也能够分到一些利润 那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事情更多 我不用去商场进入的东西 做完了能不能卖 对 所以其实会 那些网路上也做 然后一些小型的商店 我们也去放 目前是在网路上 对 应该是这样 只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 如果是以你说的 有一些小店 有要开有机店的产品 也许会拿到我们的东西 会 拿到我们的东西会好 那很好啊 那很好 谢谢 我一定要插播一下 因为我老妈 这个看到 光是看到你蜜枣具这些东西 就是觉得珍贵啊 全部就是天然手作 有机生产的彻底实践 对于所有这种忙着 每天要家庭采购的 家庭主妇来讲 再可值得信任不过的了 所以她会 她自己真的直接关心 就是我哪里可以买到 谢谢 很感谢 我妈妈以前说 哦 她买菜啊 一定要去跟人家那个 那个 买什么冲 买冲 对对对 或者那个一定要讨价还价 我妈妈说 哦 自己当农民知道 多辛苦 出去绝对不要跟人家 讲价钱 这个 对对对 这是很直接的影响 对 对对对对对对 Okay 而且我妈妈 也是ICK 因为今天大约妈妈来 我妈妈也是来农村 我觉得她改变好多 嗯 像以前我们在台北啊 很多人说你不要那么忙啊 这样太累了啊 那干嘛做那么多事情啊 有时候会跟他说 哦我们可能去什么参加什么什么 呃 意卖啦 自工活动什么什么 还有说 不要去做那么多嘛 哪有那么多时间 要休息 然后现在我跟他说 妈那个 那个谁啊 那个哦谁 他那个比如说 他道子收割什么 我们要大家去帮忙 好好 可以帮人家的事情很好 就要去做 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是 因为我们这样做有机啊 嗯 农民之间彼此认识嘛 你就会知道说 哎你 比如说你 你今天 你今年很侥幸的 没有风灾的损失 可是别人可能有 嗯 别人需要协助或什么 那你去做了 那妈妈反而会觉得很开心 她说 我妈妈现在说 对我们只要有能力 就应该要去 去 支持别人 嗯哼 是个共生共荣的社区 对所以连我妈妈都改变很多 她原来是比较保守 嗯哼 觉得自己生活好就好了 因为毕竟 以前也不是富裕人家出身的嘛 嗯哼 这个台 尤其是都会区生活长大的人来讲 大概是有些旧的习惯 旧的生活模式就是那个样子了 对 然后大部分也都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 能够有机会做这么大突破的 就是会遇到一个 Element 2 家里有个怪女儿的时候 是 是不是 是不是 是 我媽都說我太固執了 我如果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去做 嗯哼 淑慧謝謝你 謝謝 我們今天就這個把你叨擾到這裡啊 不會 放你回去再繼續忙不完的工作 現在就你所說的 每天除了吃飯跟睡覺 時間幾乎都全滿了 但是你們走之前可不可以再多留一點時間 因為我要打我們的紅心巴勒姿 我這樣子 你這樣一說聽節目的朋友一定會覺得 大明你根本就是去撈 你根本就是都出去 我就是要這樣嗎 怎樣 我們今天那個巴勒姿打一打 因為明天要去市集的時候 就可以讓客人直接 哦好 我們現在有設計一些 因為太多人想要來參觀 所以我們有設計一些 就是生態導覽的活動 然後大家不一定可以跟淑慧聊上天 因為他非常的忙 那你可以在那個他的別置的小屋裡面 煩煩酥看看花 哈哈 對 沒錯 我這你講的太太忠誠了 我來這裡其實是希望 你就當成你自己家 隨便走真的不要介意 嗯嗯 嘿 謝謝主惠 謝謝 謝謝 後悔有期了哦 好 拜拜 謝謝 我們先發了 馬上去 哈哈哈 走 這兒 我會不會用 stage 進來 握藏 誕 你 有沒有